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最近一段时间,大魔王周深喜报评出,继微博之夜2022落下帷幕后,浙江台户外至于真人秀奔跑把11项关路透持续霸榜热搜,没等正片上线,狼魔周深就替浙江台提前预热了一把,惊喜现实。 深似川城东,无形当中,引起了全民狂欢。在多个路透内容中,都能看到周深的身影,只要有歌迷喊他的名字,不论有多忙又或者在什么场合之下,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应,给人感觉毫无偶像包袱,这一点跟其他明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流量明星见到自家粉丝后,只会耍酷摆造型。 反观周深,脸上挂满了笑容,从未给自己树立给任何华而不识的人设,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期待奔跑把11可以尽快上线的真正原因。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综艺路透时,2023青岛凤凰音乐节,在没有任何过分宣传的前提下,正是官宣了嘉宾阵容。 之所以没有像其他音乐节一样,买热搜造势,主要还是因为主办方差不多把大半个娱乐圈的实力唱将都请了过来。 从官博文案中,我们可以得知,该场音乐节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凤凰之声大剧院音乐广场举行,号称集结华语乐坛顶尖阵容,畅想西海岸。 如同草莓音乐节一样,凤凰音乐节在国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19到2027期间,总粉丝量高达4亿,每举办一场音乐节都会引起全网的关注,官方还将其称之为中国第一次主品牌流行音乐节这也不难理解,能把周深请到音乐节现场,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国宝级唱将周深实力加盟,将在6月22日、23日举办,接连开唱两天,圆了很多歌迷的一个心愿,与其说是音乐节,倒不如形成群星拼牌演唱会更为贴切,到场的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华而不实的流量明星。 官宣消息已经发布之后,很快就被各路媒体推上了微博热搜,话题青岛凤凰音乐节很快就出现在了文娱榜,在两天的时间里,嘉宾阵容堪称神仙打架6月22日正式开启第一场,大魔王周深领衔开唱,与他同台现唱的还有杨俊逸,赵新乐,人气组和气韵联盟,痛痒乐队,二手玫瑰,电气樱桃,发条月亮等。 乍一看,该阵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戏品的话就会发现,主办方是按照人气影响力来进行官宣的,让大魔王周深来领衔开唱《时至名归》,除了周深外,痛痒乐队跟二手玫瑰乐队的综合实力同样不容小觑,痛痒乐队一直都是摇滚圈儿内的实力担当,每当聊起哪吒乐迷都会想起他们,代表作《西湖怨爱无忧公路》之歌《再见》杰克霸榜于各大音乐平台。 与周深一样,现唱了多部高质量影视佳作,二手玫瑰就更不用多说了,主唱梁龙跟周深有过多次合作,从天赐的声音到时光音乐会二美当二人同框,势必就会呈现出一出好戏。 二人合唱的算你很至今深入人心,周深的百变唱腔加梁龙的魔性嗓音,总能摩擦出不同的化学反应。 周深台下小可爱,台上大魔王,扎实唱功多次俘获梁龙的芳心,早在天赐的声音节目中,二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时光音乐会二中,梁龙作为飞行嘉宾,出现在了周深专场这次可以同台现唱,提前就拉满了歌迷们的期待值。 尽管二人的同时亮相开唱的几率不大,但台下的高能互动,到时候势必会刷爆热搜。 第二场在6月23日,由乐坛天后孙燕子领衔开场开唱,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嘉宾,多半以上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比方说北京M2大张伟、廖俊涛、扶龙飞,都跟周深共同录制过晚会和综艺节目。 不过第二场最大的彩蛋并非以上嘉宾,而是摇滚教父窦为的女儿窦静桐也参加了该场音乐会。 作为一名小众音乐人,没有辜负乐迷对她的期望,始终都在用作品说话,既是歌手也是隐藏的新生代演技派。 此前与周迅同框参演了陈建斌自导自演的电影第13回在片中的表现生动自然,颇受好评。 对此,不少网友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行程,要到现场感受大魔王周深的天籁之音,就目前的热度来看。 第一场的热度明显大过第二场,其实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两场一起观看,毕竟第二场的音乐人同样值得期。 截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网友都特别期待周深将会演唱拿手曲目,但对歌迷生米而言,不论唱拿手金曲,周深都是舞台上最亮的那一颗星,不知道大家都期待这场音乐节。 大魔王周深的舞台表现嘛,欢迎收藏,转发,留言,一键三连。周深的人品如何?周深赢得越来越多的舞台绝对不只是因为一副天生好嗓子,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很值得学习。 即便有如此天使嗓音,并且拥有今天的成就,也一直努力认真对待每个舞台每一首歌,都上这么多次舞台了每次看他刚上台紧张的深呼吸,再上台前一遍遍地听伴奏,他说过,唱好这个舞台才会赢的下一个舞台,他就是想一直唱歌给大家听,所以绝对不是老天爷追着喂饭,是他足够努力,对音乐的骨子里的热爱。 还有周深的高情商真的太羡慕了,说话做事分寸把握得刚刚好,李茂又不生疏,又怯,这时,偶尔沙雕仿佛听到了你李茂妈和他的生米在微博评论区简直是脱口秀节目,讨有爱,加上台上台下表里如意的真诚,真的很难不喜欢这样的人。 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周深挺好看的,干净里落的男孩指,他真的好可爱无论周深如何否认,否认无效,别人的可爱可能是某个瞬间会让我们觉得可爱,而周深是一直可爱,当然也有帅气的一面,发现在他的身上可爱和帅可以完美结合,这样唱歌好听又具有人格魅力的歌手谁能不喜欢呢? 你喜欢这样的周深吗?在你心里他是怎么的歌手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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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